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般打工族 一天都会花上 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工作 因此 优良的工作文化和环境 相当重要 1974年成立的 马兴社雇员工会 如今迈入50周年 积极为职员谋取福利 同时充当员工和管理层 之间的沟通桥梁 营造和谐的职场关系 以保障员工福利作为基础 成立已有50年的 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 雇员工会 一直充当员工和管理层 之间的沟通桥梁 用各种行动 证明工会的存在作用 如今 除了保障福利 工会的目标 就是协助管理层 打造优秀的工作文化 同时 马兴社总执行长 Nulu Afedda 希望更多 旗下职员 了解工会的重要性 以便能够更有效地 争取福利 而在职员和 领导层之间的 桥梁角色上 马兴社雇员工会 会长 Abu Bakar 认为 保持良好关系 才能确保各方 受益 Bagi kami tidak perlu wakil pekerja dan juga pengurusan untuk bertiga melidah dan orang kata apa bertegang urat lah dan mempertahankan atau menegakkan sesuatu isu sebenarnya dengan cara keluhan hati ke hati dengan orang kata apa dengan tenang kita dapat menyelesaikan beberapa masalah yang dihadapi lah terutama bertugas dan juga ahli kesatuan 马兴社雇员工会 是在1974年成立 星期六晚上 所举办的 50周年晚会 得到不少高层 和会员 共同欢庆 马兴社电视 采访报道